2021花莲太平洋铁人三项锦标赛 这个星期假日在鲤鱼潭盛大登场 吸引来自各县市中外好手齐聚一堂 一起展现身手 而现场徐真卫也特别为选手交要打气 请美大家创造佳击 也欢迎大家常来花莲玩 花莲现场徐真卫致辞时提到 1992年花莲鲤鱼潭曾举办全国第一场铁人三项比赛 今日非常欢迎中华民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事隔30年后再次选定在花莲鲤鱼潭举办铁人三项比赛 花莲鲤鱼潭有山有水是老天爷 赐予花莲这块沃土最美的景色之一 相信美丽的潭水会带给铁人三项 所有选手最棒的比赛经验 早上是我们的这个花莲现场 我一直在推动了我们全民体育的铁搭档 到现在是小铁人 下午是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国手选拔赛 明天是长青组 所以我要谢谢筹办单位来到花莲 事隔30年 1992年81年在花莲的鲤鱼潭 成就了第一场全国第一场的铁人三项 同一杯而在这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 事隔30年如果当时有参加的话 今年来参加大会有准备特别的礼物给大家 而在驴玉潭有山有水更是老天爷赐给花莲 以及赐给普尔摩沙这块土地最漂亮的一个内陆湖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潭水 今天虽然唯语 但是我相信铁人三项的人都是铁人对不对 也在这里谢谢我们所有的小铁人 未来才会成为国家的大铁人 县长许中文也表示 花莲县政府在去年也举办过了全民运动会 明年将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或许是在铁人三项选手 明年有机会再来到花莲比赛 花莲是美好的运动基地 更是培育国家世界运动选手的摇篮 也欢迎大家常来花莲 祝福所有选手突破大会记录 缔造夹击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